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首个综艺现场,助阵演员,粉丝激动得要爆了。 想必现在小飞侠们都要疯了吧,因为肖战又要唱歌了。 名字很让人感动,叫做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。 演员请就位作为腾讯视频的综艺节目,从开播到现在一直就热议不断。 很多人都说演员演技没怎么看,光看演员们勾心斗角,导演们互相讽刺了。 这种事也是正常现象,毕竟赵薇,尔东升他们哪一个是省油的灯。 不过这档节目终于要结束了。 这么多期节目下去,好的善于学习演员自然是收获良多。 那些扶不上墙的也没办法,不过从整期节目来看,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。 肖战的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,歌名就有一种拼搏奋进的感觉。 这档节目应该也是肖战今年参加的第一个综艺性质的节目吧。 这个鲤鱼不太清楚,最起码我不知道他还上了其他综艺。 不管是因为啥吧,对粉丝来说,能出现就是好的。 之前还有人说肖战再也上布了综艺了,被抵制了,这下打脸了吧。 央视都无所畏惧地邀请肖战,就足以证明他可以。 演员请就位是第一个。 但绝不是最后一个,至于下一个什么时候来,只能说一句,等着吧。 毕竟也是一个不爱营业的主啊,工作重心大多都在演戏。 唱歌上,综艺估计不会太多。 但李渔觉得还挺好的,毕竟肖战又不缺热度。 综艺上多了对演员自身没太大好处,你觉得呢?